感谢 白上感谢 今天是2021年9月 9月4号了 再过两天 是我Family Doctor Peth 他的生日 OK 大家都在9月 在法国面包 学我舅舅 然后这上面有淋橄榄油 这样子有保足感 舅舅提供给我的食物 谢谢舅舅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然后有小黄瓜 我吃东西的时候 好多人都知道 感觉起来都特别好吃 哈哈 所以 我现在就 姑且就露营 一方面自己觉得很有趣 然后至于鱼人 这是台湾的小菜 土豆面筋 这味道我一直都很喜欢 然后这是杏仁果 我是买生的杏仁 然后带回来用电锅蒸 这一方面是经济 一方面是这样子 生的 买回来 不是用烤的 比较不会燥热 对身体好 好 法国面包是很有嚼劲的 配虎我舅舅 舅舅九十几岁 所以 还啃得下这个法国面包 而且越嚼越香 前一阵子 我也买给妈妈吃 但是我妈妈只剩下两颗牙 所以我弟弟 看到我PO的那个食谱 他就赶快买吐司回来 他就说 你为阿姑娘来 我说 给妈妈吃 然后 加橄榄油 会有饱足感 爹爹说不行 妈妈还是 吃吐司 然后我这道菜是 味噌汁 里面有 海带牙 所以营养是蜂足的 所以营养是蜂竹的 永乐鲜 一拜 他来吐司 一拜 每天早上我学几个语言 虽然是只有一个字一个字 或是一个片语 或是一个sentence 一个句子 我觉得这样对我们这一种出老的人 是很有益处的 听听莫扎特的钢琴 莫扎特的音乐 很活泼 还有一道是我妈妈种的丝瓜 有收成 然后我有加香菇 百香 我还有枸杞 还有红枣五颗 感谢观看